警方急急忙忙來到巷子內 不久後還有救護車抵達 雙方一起進到一棟出租套房 十分鐘後 一名女子被送出來 當時全身失傷 還陷入昏迷 而凶手居然是她的男友 被打的23歲無警女子 送醫後傷重呈現昏迷 還得在加護病房跟死神拔河 還好警方尋現追查 隔天一早就抓到動手男友 就算被警方逮捕 兇嫌還是態度強硬 一問三不知 但這起三號上午 發生在高雄自強三路 一住巷子內的情侶糾紛 40歲的餘姓男友被發現 一早就在附近徘徊 等到有人到場 兩人一起進到女友房間 直到一個多小時 兩人才再度出現 而這時23歲的無姓女友 已經被打成重傷 而她則是在有人接應下 躲到台南的情友家 現場這一名被害女子 呈現昏迷 根據了解女方是上班族 男方沒有固定工作 重點是雙方還相差了17歲 由於為何爭吵以及相關交往細節 餘性兇嫌落往後統統不講 因此警方只好依殺人未遂 及家暴案 移送檢方附訓 而她公共危險罪的通緝身份 因此曝光 訓後直接遭到收押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